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大家都发现来学听心不乐曲 它是听心永乐禅师 历代祖师代代相传 根据听心永乐禅师的记载 这一套听心不乐曲 处置于我们达摩大师 与常无不恶的思想 在坐常的时候 达到了动静结合 内外精修 止观并用 这些身心结合的功能 那听心不乐曲 它区别于一般的曲华 那区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个 它不是纯粹的 这个笔画一下 架势 断令一下我们设身 它除了基本的动作 它是用 波勒心经 作为指规 因为心经里头讲的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空性智慧 缘起的核心理论思想 用这样的波勒智慧 来指导我们 使我们在 另这一套全法的时候 不但身体 得到有效的调适 但实际上更重要的 是我们的心理 还有了我们的灵性 那生理上 我们最重要的 如何让我们的身体 得到真正的健康 中国老百姓 一家人 如果有一个生病的人 全家都拖垮 它有时候 还不是经济上的问题 它有精神上的问题 感情上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爸爸生病了 或者是妈妈生病了 而女人不牵挂 她能安心在外面工作吗 能安心在外面学习读书吗 这是中国人的 基本孝道的思想 所以身体健康特别特别重要 而令群 通过这个运动 就让我们的身体 得到真正的调解 可是在中医上 和现在的医学 也告诉我们 非常明确地讲 我们有很多的病 实际上 不是仅仅来源于生理 有85%的病 来源于精神 如果你身体上调整 调适了 可是呢 野火烧不见 是春风吹又生 今天好了 救人了 明天新的又来了 因为很多病 是来源于精神 情绪 情感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光光断令身体 真还不够 那怎么办 那就是 精神上还要得到 有效的调整 那就是坐肠 那坐肠的话 我们有很多人 怎么能够坐肠呢 有时间呢 这个听心不乐群 就是把肠 浓进了每一个动作 那你在动中 就体会到 真正的 肠的 宗旨 肠呢 其实这是印度文 欢迎的中国 就叫静 静是安静的静 绿呢 是失绿的绿 就是让你的心 能够安静下来 但是安静下来 谁在安静呢 怎么在能安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指给光 一定要用光照般若 心经里头第一句话 光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 般若弥多时 照进五云解口 录一切苦恶 那心经的光自在菩萨 其实呢 有很多人解释 就是观音菩萨 那实际上这个是 一种解释 其实每个人 都是光自在菩萨 所以呢 心经的光自在菩萨 的光自放在第一个字 整个心经第一个字 光自特别重要 第二呢 空自 也很重要 因为光自在菩萨 因为光自在菩萨 下面呢 就行生般若般若弥多时 照进五云皆空 你怎么能照进五云皆空 我们在练这套菩萨的时候 你要用空性来练这个圈 用无我的心来练这个圈 进入无我之间 你才能够经脉 打通 经脉通了 百病不神 所以一定要光空 这个光呢 为什么重要呢 释迦牟尼啊 在涅槃之前 就是临终之前 阿南尊者代表大众 请示释迦牟尼 问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 说佛你在世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们就跟在哪里 佛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 父母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了佛 就等于看到了家 我们回到佛的身边 就等于回到家了 所以 以佛为住 安住的住 住下来的住 那一旦 释迦牟尼涅槃了 佛涅槃了 那你看不到了 一旦爸爸妈妈没在的时候 你住在哪里呢 你的心安住在哪里 这是问一个很重要的 以何为住 释迦牟尼涅槃了 什么叫宿迦牟尼涅槃的四个华门 让我们的心 身都能够安住下来 什么叫宿连处呢 第一个 观生不静 要时常的观察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动作 比如说突然之间有的人身体不舒服 哪个地方有点痒啊 哪个地方有点痛啊 你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变化 你都观照得到 这样呢 你的心就不往外走了 你就能够佛在当下 把心当场就住下来 所以要观生的动作 观生不静 第二个呢 观生不静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你要放下这个身体的执着 身体的执着 如果你特别特别的在意 反过来对你的身体的健康更不利 就像有的人生病 同样都是得了不治之罪 但是有的人的心里特别坦荡 特别放下 他没有问题 他能够重新恢复健康 那有的人呢 可能就一听到这个病 马上就踏下 踏荒 因为他接受不了 所以我们要 要观生不静 要让身体上的无常性 瞬间参纳的细胞都在生命 生与灭的过程中 第二个呢 观寿是苦 观寿是苦 在佛教里头 说我们人生 有很多苦 没有钱的时候 挺苦的 贫穷给你带来的苦 生病的时候呢 也挺苦的 那就更苦了 如果生病再加穷 那就苦上加苦 如果生病的时候 又没钱 又生病再加老 生老病全都放在一起 三个苦都放在一起 那这个可怕吧 那更可怕 第四个 如果你对这个身体看不下 看不开 对无常 观不到 那你的精神上的烦恼 就纠缠着你 你就更苦了 所以佛教里头讲 生老病死 求不得苦 五云十胜苦 云情相会苦 他有很多种苦 所以三苦 八苦 无量诸苦 叫做观寿是苦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 快乐的总是短暂的 短暂的 苦的都是很漫长的 我们要从这个苦里头 解脱出来 佛教里头告诉你的苦 不是让你记住这个苦 而是让你怎么解脱这个苦 身体上有病了 苦嘛苦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上的苦 解脱呢 身心如何静抗起来 这个是第二个观 要观寿是苦 第三 观心 无常 我们的念头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坐在这个位置上 坐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念头 顺序 变化 万情 一个念头起来了 一个念头下去了 一个念头起来了 一个念头下去 念头的一起一落 顺序 我们如何让我们在无常的 变化的心念里头 让我们用一念来替代万念 转万念为静念 那佛教里头是有法门 这个法门呢 你念佛也可以 修净土是念阿弥陀佛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念咒也可以 念大悲咒 可能你念心经也可以 还有呢 光复戏 光复戏 也可以 画门八万事前的无量 你选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画门 这里有观性无常 第四 观画无我 画是什么 就是 无论是世间画 还是处世间画 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财圣明是税 设身相未处罚 一切的事物 并化 都是无常 光复 而且都是无我的 所以光复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 你去哪里了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特别执着我 这是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的汽车 这是我的东西 我执特别重 我执特别重的人 特别容易受打 受伤害 受伤害 特别不容易放下 特别受不容易放下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把这个小我 把小我 把它画开 画开 无我就是从小我 小宇宙慢慢地放大 换到给宇宙 给法界同体 这个时候就叫大我 这个大到无边的时候 那就是无我了 所以哪一个事情是我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让他不要打幻想 你能做得了主吗 你做不了主啊 连你自己的幻想 都控制不了自己 这个我又在哪里 鼻子是我 还是眼睛是我 还是四大是我呢 地水火风 哪一个是我 是起先那个念头是我 还是现在念头是我 找一下我在哪里 在常中里讲 我是谁 我是谁 把这个我之把它破掉 你就解脱出来 那这个呢 是从光照波勒里头 来感悟我的不存在 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体 它不是 它是缘起的 缘起是什么 少一样 就不成立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这个几十位学员 一起住在这里 我们少一见缘 我们都不能成就 比如说第一个条件 时间的条件 我当时听他们两位老师说 这个本来学员 可能还会多几个 但是因为某些学员 因为时间安排不过来 所以他就来不了了 是吧 你少一个时间 可能就成就不了 所以第一个 要有时间的条件 所以你要珍惜时间 这个时间是挺难得的 时间其实有时候就是生命 我们很多人是把时间 给它浪费 因为时间可以转换为空间 我们的生命就是时间的积累 有时候一秒钟 可以变成三秒钟来用 当你观想 观照到时间的无常性 进入了无我空灵 空性境界的时候 连时间都空 你就没有老这个名字了 你坐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两个小时 一上就好像过了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无我的境界的时候 时空都没有了 时空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年纪大了 年纪小了 你就是八十岁 你也觉得好像 三十岁 自然年纪 和你的心理年纪 差距不一样 有的人的自然年纪 可能是八十岁 可是他的心理年纪 可能是三十岁 有的人的实际年纪 是三十岁 可是他心理年纪 可能是五十岁 特别容易老 这个就是你的功夫 要慢慢地进入无我的状态 我们前几天 缘寄了我们那个法师 叫本幻长老 一百零六岁 每天都特别的忙 从早上起 就一直坐在那里 因为他因为一百零六岁 要几十万的信众居士 去拜还他 那这么多的归弟子 拜还他 他怎么呢 他就坐在那里 每天都这样子 跟人家红华度众生 人家二十多年前 看他那样子 后面还是二十年之后 看了还是那个样 人家就问老法师 我们都看到你 都一直怎么保持这么好 都没看到你老了 你说老法师怎么回答 他说我没有时间老 知道吧 都没有时间老了 你要把你的时间 给他充实起来 不能让他空在那里 空在那里了 幻想就进去了 幻想进去 你的负能量就会特别 越来越多了 就东想西想 想歪了 想歪了 把时间给他充满 饱满的人生光 他当然没有时间老 老都没有时间老了 你看 这了不起 再没事情做哪个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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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念 到时候人家问你 你身体这么健康 不生病 没有时间生病 不但没时间老 而且没时间生病 我看到你一天到晚 这么开心了 没时间烦恼 所以 恋全有好处 是不是 从早上起来练 从早上起来念佛 把整个时间安排得好 也不做坏事了 也没有烦恼了 也没时间生病了 也没时间老了 你看这多好啊 这就叫滑喜充满 滑喜充满 把佛法都充满了你的 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都用佛法 用般若智慧充满它 有限的东西充满 都是有限的 都是有限 用什么东西来充满它呢 用空性般若来充满它 空无边 空无边 我们的心也是无边的 这个心无边要用般若智慧 空性般若来充满 那离开可以 所以你的心是空的 用空来抓满空 这是最高之后 最高之后 你用汽车来装 短暂 用别墅来装 也是短暂 老想我要买一个别墅 想啊想啊想 想了三年五年 你看 想了那么长时间 就买了一个别墅 买了三天 又感觉不好玩 这个别墅这么麻烦的很 别墅就有的人念错了 就念别野了 闲都变野掉了 那车子也是这样子 想啊想啊 想一个豪华汽车 坐进去 坐在里面 把自己的光在车子里头了 不想出来 不想出来人行吗 所以也是没有底 我们的欲望啊 会没有底的 所以光的第二个字 就是要用空 用空 来装载它 这空 怎么理解 佛教明讲 世大皆空 我们有的很多人想 我现在的事业 在真正日上 蓬勃发展 人生的道路还刚刚开始起步 我怎么能空啊 空空如也 还要得到很多很多 爱恨情仇 还放不下 这个空一定记住 这空不是没有 不是空荡荡的空 这个空是一种境界 是一种境界 佛教里头 有一种山门 比如说你到寺庙来的时候 它外面有个门 那个门就叫空门 佛门乃空门也 为什么佛门叫空门 第一个 空门 是自由无碍的门 它很自由 很自在 很无碍 没有障碍 因为那个外面 我们那个山门 没有门板 只有佛门 才是没有门板 你们家里头 没有门板 没有门板 小偷都走进去了 佛门不要门板 佛门 那个不要关的 所以 佛门 无门 处处是门 山门不须关 境地何须少 这个门不要关 境地 不要少 佛门 佛地 乃是境地 所以它不要关 所以你来去 很自由 所以一定要把门打开 波勒智慧告诉你的 第一件事情 就要把你的心门打开 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门打开 你心门关得紧紧的 自己眼睛 往里面一直想 哎呀 那个人昨天骂了我一下 我气死了 那个人还欠了我多少钱 我要老纠缠 那个人昨天怎么眼睛 瞪我一下 干什么 老想过去 昨天 去年的事都拉过来想 等你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你小孩子的时间 还要拉下来想 回忆在 生活在过去的世界 如果你想过去 开乐的事情还高兴 可以分享过去 就还怕你 老把过去的烦恼 是拉起来想 越想越仇恨 越想越烦恼 心门打不开 换不下 所以佛教里 金刚经讲 过去心不可得 大波勒间六百卷 金刚经也是波勒布的 最简短的 最精华的 两百六十个字的心经 那是波勒 智慧的说言 所以叫心经 就是中心的意思 中心思想 波勒间的中心思想 波勒间是一切佛间的中心思想 释迦牟尼佛讲波勒布里面 讲了二十二年 四十九年 他已经战了二十二年 你就知道 波勒智慧 所以波勒 欢迎到中国 这个波勒 欢迎到 不是念 邦勒 这个是音译 念波勒 一定要记住 波勒 欢迎到中国 就叫智慧 给我们菩萨 给佛 是一样的 佛 欢迎到中国 是觉悟 菩萨 欢迎到中国 叫觉有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欢迎到中国 叫无量观 无量寿 所以人家到时候 问你的时候 为什么叫波勒拳 波勒拳就是智慧拳 是让你开智慧的 打这个拳 会让你开智慧 当然这个拳 你不要以为是打人的拳 不是 在我们这个手 五个手 五个手指 放开的时候 那就叫布施 张开 五个手指都打开了 那你布施出去 所以你要学会放开 布施 有的人特别 特别炼色 钱拿到的时候 特别幸福 特别快乐 我今天有人拿钱给我了 有人送东西给我了 这个东西一拿出去的时候 我这个口袋又少了一件东西了 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 一定要学会 你的福报 从哪里来 从布施中来 布施中来 所以学佛修行 从布施开始 布施开始 布施是什么呢 就不要太知识 你的任何一个有行的财产和无行的财产 都要拿出来 都要拿出来跟人家分享 你的快乐就在分享布施中 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 因为你不布施的话 别人也不会布施给你 慢慢的 你那一点福报 就会消耗掉 消耗掉 就像一堂水 这个水是要流动的 不能死水一堂 你这个水 虽然水池挺大的 但是这个水从来不流动 不流动的水 你说这个水是佛水吗 叫死水 死水养不了鱼 死水就会成为臭水池 臭水池就会生变 得病就得出来了 你要学会布施 但布施也不是完全就是钱的问题 比如说 你看到人 跟人家笑一下 那也叫布施 跟人家赞美一下 也是笑一下 跟人家友好一下 也是笑一下 你走路的时候 让人家一步 你也是叫布施 就是你处处要去关心别人 体贴别人 理解别人 这叫布施 你老站在自己的角度 不管别人的感受 这叫修行 做人都没有做到位 做人做到位 所以呢 有布施心的人 是有福报的人 有布施心的人 是有智慧的人 也只有有智慧的人 才懂得去布施 因为智慧就是般若 所以有的人说 我学了佛之后 我就 也不要打扮了 就穿得稀稀拉拉的了 头发也不要梳了 也不行了 是吧 不是叫你打扮的 花枝招展 大大黄黄 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就像寺庙 你走进来很专严 很清净 像菩萨一样的 也是非常专严的 非常娄美的 你不能说菩萨 随便衣服破破烂烂的 穿一下 所以佛是美的法神 美的法神 用你的这些心 去布施人家 让所有的人 看到你就 生方喜心 不要跟人家 起一种负命的心理 你就会去想别人 所以菩萨翻译到中国 叫绝有情 他处处都考虑别人 那就叫无我 把自己摆在地义的 那叫这是 所以的第一个山门 就是要让你 把心门打开 接受 迎接 春风 春雨的来临 不然有春风 你也进不来 阳光 你也进不来 一定要把心门打开 这才叫 无碍的门 第二个就叫 透明的门 空就是很透明 很透明 里面外面 千千处处 没有瓜 为什么透明 没有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瞧门 学佛学了最后 就像一朵菱花一样的 干干净尖 日淤泥而不朗 你心里非常的坦荡 你心里头非常坦荡 你当然了 你的身体就健康了 病从心生 所以心生 种种法生 心灭 种种法灭 如果你有生病的时候 一方面吃药 你最重要的 还是要把心态调整 如果你的心态 没有调整 你的病还是去不了 心病必须心药治 根据现在的医学 85%的病来源于精神 来源于你的思想 所以你的思想 你的精神一定要调整好 就要透明一点 心里头的光亮一点 没有黑暗 第三 空是一个放下的意思 所以是一个放下解脱 你只有放下的时候 你才能解脱 大家记住 放下不是放弃 我换也不要吃了 换气了 空了 都换了 换下不是 换下是把你那个 幻想 把你一种强大的自我 给我换下来 把你那个不健康的 行为思想 换下 比如说大家 如果没有把家里头 把公司的那一份工作 换下 你怎么能跑到这里来 不能说我没事干 谁没有事做 你80岁也有佛干 只要你放不下 你两个脚都 灯到天上去了 你还有佛干 会过干事 会做事 是了不起 但是要到了一个年龄段 要做有意义的事 有意义的事 所以人分几个阶段 25岁之前 到30岁 那个叫学习阶段 学习 你要积累大量的文化知识 你把事业工作给他做好 你55岁60岁以后了 你已经退休了 那叫宗教阶段 宗教阶段 宗教阶段 不是说叫你一天到晚 不是的 这是管义的 就是你过的生活 是精神生活 心灵生活 这个时候 你的精神生活要特别丰富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精神生活不丰富 内在不饱满 这个时候你的烦恼晚年就会很多 烦恼一多 病痛就多 那你说 一个老人家在家里头 今天烦恼 明天生病 你的孩子不安心 所以对你孩子最大的支持 对国家最大的老人家 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少烦恼 少生病 就是对你孩子最大的关心和支持 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一家人 有一个人生病 全家拖垮 全家拖垮 所以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的健康 一定是身心健康 才能够算真正的健康 身体上的健康 那是短暂的健康 心灵上的健康 那是根 那是根 因为你心灵不健康 你身体是健康了 过一段时间它又冒出来了 唯有源头佛水来 你那个源头出来的水就不干净 你在 在那个水的中间 你把它弄干净 你弄不干净 弄干净了又来 弄干净又来 源源不断的 病气 病源从心里头不断的冒出来 不断的冒出来 如果你从源头上就开始进化 开始断令 这样的健康 才会是圆满的健康 这个是从 佛门的空门里头去理解 这个空 第二个空是什么 空间的空 空间是什么呢 就让你学佛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就不断的让你的心灵空间 不断拓宽 要有宽度 我前几天跟他们讲 这个佛门也叫六度 我们这个波落圈里头 六度 六度精修 我们心的六度 第一个要有高度 第二个要有深度 第三个要有宽度 高的就是你做事前 你一定要有高度 起步早 不如起点高 有的人起步的时候 很早就起步了 但是呢 他的观点 他的高度不够 所以高度一定要高 高度是什么 那就是波落智慧 站得高 看得远 如果你自己不够高度 没关系 找一种信仰 他已经决定了你的高度 你自己没有高度 用伟能的高度 用心弦圣能的高度 作为你的高度 我自己没有尺 没有尺度 没关系 我用别人的尺 来标准 做自己的标准 这个高度可以 用圣能的标准 我们信佛的人 用佛的高度 用佛的宽度 用佛的深度 来做我们的 那你什么都有了 所以你只要认准一个 你六个度都有了 高度 深度 宽度 都有了 还要有温度 温暖 人间 自己也要温暖 也还要温暖别人 最后呢 要有尺度 讲话要有尺度 你没有尺度 就没有自律能力 最后呢 要有速度 比如说我们学 这个波乐拳一套 我们用 三天的时间 我就要把它学会 时间不等人 不能浪费 时间 做事要有速度 但是不能超速 这个要有个尺度 要有四度 尺度是有智慧的 这个呢 就是 要有空间 我们这个空间 有多大 你的容量 就有多大 容量 有多大 所以人家 很多人去算面 我告诉他 不要说 有福报 没有福报 你自己算 为什么自己算 第一个 量大 就是福大 就是你的量 气有多大 你的格局 就有多大 你的成就 就有多大 福报 有多大 你的高度 有多高呢 你的深度 就有多高 长度 就是你的宽 所以有的人说 我的寿命 不够宽 不够长 不思行不够 给我不思 是不是 没有不思 就把你的胸怀打开来 因为不思可以增长你的福报 你量大了 就是把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胸怀打开 胸怀打开 心胸给它拓宽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 容量 只有容量 五个人 那对不起 你只能在家里头 是烧火 一家五口人 其乐无穷 那没问题 但是呢 如果有六个人 你就要吵架 因为你的容量 只有五个 是吧 亲戚来一个 住一个晚上 你就眼睛就白眼睛了 多一个 你就难受 因为你的 你的心里头的容量 就这么一点点大 就像这个茶杯一样的 它的装水量就有这么大 再搭一个 丢个冰糖下去 就溢出来了 千万不要把你的心 跟这个茶杯差不多大 那就麻烦了 稍微讲你一句 嘴巴就翘起来了 再讲你一句 眼睛瞄过来 起来 是不是 再骂你一句 鼻子歪过去了 这就麻烦了 一定要量大的时候 骂一句 没感觉 骂两句 特别开心 骂三句 哎哟 加持 打是加持 骂是贯点 知道吧 有人来打你的时候 哎呀 给我加持 给我加持 是不是 你没看到那个 来来 还要请 师父啊 你给我加持 打一下 那就叫加持 什么人 如果打你一下 阿弥陀佛 加持我 对啊 要加持 骂了 给我关顶 给我关顶 赶快骂吧 骂是关顶 你还不高兴 人家把你的福报给你了 你还拒绝他 太可惜了 是不是 这个艺术家都有一种本事 叫化腐朽为神奇 化腐朽为神奇 叫乱石铺路 乱石铺路 有这个功能 是吧 乱乱的石头 乱七八道石头铺成一条路 特别美 把垃圾可以转换为毁料 是不是 可以拿去做枣器 缓电 垃圾可以缓电 汇气物都可以变为宝贝 你学会了波勒 智慧的时候 一定要把一切的晦气物 别人感觉不好的 你都转换为好 那叫波勒智慧 波勒智慧是转的功能 转的智慧 骂你 不好吗 不好 你转一下 垃圾变成毁料 你有这个功能 才叫修行 才叫境界 别人骂你 你还是认为是骂你 他不说 没功夫 没功夫 打击你 你凭什么打击我 凭什么毁谤我 好了 说跟你加回料了 那高兴 现在你们吃东西 都讲究什么 要有机会 有机会 你知道有机会 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就是大便 牛大便 狗大便 鸡大便 人大便 各种大便都是灰气物 垃圾 你还觉得就那个好吃 就这个好吃 那个化回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不眨 刚刚进去手去摸一下也不眨 可是你觉得那个不好吃 为什么不好吃 太干净了 这要有波勒智慧 你才能够明白 不好转为好好 转为不好 这是转换 人转过来要有智慧 要有波勒智慧 所以所有的东西 进到你这个波勒大脑里头 以后你这个大脑 就是波勒大脑 是个机器 一种进去就转换掉 一进去就转换掉 换了一个佛脑了 不是雷脑 以后千万不要把这个大脑拿来生气了 不是生气的气脑 是快乐的热脑 把里面的暖静改一下 什么都不要变 别人看起来表面没变 可是里面的内全已经变了 为什么 因为你里面有波勒智慧 有波勒智慧 有波勒智慧和没有波勒智慧 不一样 那个不是用思维 用分析 用逻辑 直观 直面 那个师父一来 马上就知道了 还要想一下 是不是啊 为什么啊 干什么 怎么样啊 我有一大堆 问号你知道是什么样吗 为什么的问号就这么问 那个符号就有一个勾勾的 蹭勾的勾勾 心里头太多问号的人勾勾很多 我把心里头勾得挺难受的 所以胸怀打开 丢几个勾勾也没关系 像大海一样的 管理什么 浊水 清水 是不是啊 再多东西扔进去 没关系 海纳百川 有龙来大 那海的那种的 无边无际的 海面的那种宽广 你说我的胸怀给海 那么地比起来 插得遥远 你还有什么东西想不开呢 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 经常看一看大海的水 你就没有什么想不开 再往上就像虚空一样的胸怀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 那还有什么东西 日月星辰 山河大地存在你心里头 那还有什么东西 骂两句 它小开始了 小意思 骂再骂 这就叫转环脑为菩提 你能不能转环脑为菩提 就这功夫 所以你这个波勒智慧学会 你就懂得生活了 懂得快乐 快乐不要本钱的 零成本 第二个 你可以站在山上 看山上 看高山点上的缘起 缘卷缘束 哎呀 那个白云一飘过来 白云一挥过去 云来云去云如水 人生只不过如此 是不是 转眼一见 就是三十年过去 有什么东西换不下来 为什么要换下 我们今天这么幸福快乐的 不过来 去回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呢 抓住这个时间 就是佛在当下 第三 你每天晚上 你可以在那个镜子那里 看一看镜子 看看自己 你平常看镜子的时候 这里有个黑黑点 那里有个什么字 这里有个脏不干净 这里还涂一点什么东西 加一点什么原料 所以在镜子那里 不是仅仅这个部分的看 还要看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是水 看一下自己本来命目 在镜子底下 表露无异 要看透它 看得骨头骨血进去 这是修炼的一个方法 当然有时候你也可以说 在大树底下 过去年讲 大树底下好撑凉 好撑凉 大树底下撑凉 不够 你要在大树底下想 树啊 你从一棵小小的树 长成了这个苍天大树 你经历了多少 风风雨雨 不容易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岁月的那种痕迹 你就知道了 没有这样的风雨 没有这样的冰霜 哪有这么大 餐厅的大树 所以过去有一首书 咬尽千山不换手 立根沿在破岩中 清磨万立 凡尽净 任何东西南北风 那这首诗 这个根啊 咬到千山里头 不换手 立根沿在破岩中 有的树啊 甚至在那个悬崖 峭壁那个地方 咬得尽净 是不是啊 清磨万立 凡尽净 一棵树 要经历了东南西北的风 磨练它 清磨万立 凡尽净 这个房子还是非常有劲的 藏力在那里 任何东西南北风 不管你东西南北风出来 都是我能够永远的藏人 做到定力 如如不动 这叫修炼 波勒智慧 波勒心法的定力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第三个波勒的智慧 让你学会做人 学会什么做人 真正的波勒翻译的中国是智慧 就是空性智慧 这个空性智慧 要让你明白 任何一个战争 任何一个病痛 都是空间的堵塞 空间的堵塞 很多人说 我们的生命 因为要有水 要有空气 大家记住 如果没有空间 哪来的水 如果没有空间 哪来的风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真能活下来 哪一条经脉堵塞了 你能活吗 就生病了 交通堵塞了 那就没有空间 所以在中医上讲 痛就是不通 说不通就痛 我们打这个圈的时候 也是把经络打通 打通就是空了 输通来就是空了 留给每一条经脉的空间 要有给它一定的空间 你没有一定的空间 经脉堵塞掉 就没有空间 所以空就是通 空就是通 通就是没变 所以你学会沟通 这个沟通不是外面沟通 里面也要沟通的了 每天早上都要给自己安慰一下 要安慰的 早上起来 手啊你不要痛 不要生气 痛就是生气了 他生气了 你没有关心他 没有照顾他 你要手就要 给手安慰他 手你要帮助我 我没有手就没有办法干活 没有做事 所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我 不要有情绪 两个腿也要安慰他 两个腿啊 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没有你我就不能走了 所以你不能生气 每个细胞都是你的朋友 那些小朋友啊 你都要安慰他 拿点糖果给他吃吃 知道吧 糖果是什么 就安慰他 安慰他 经常跟他说好话 细胞啊 你这个会啊 肝啊皮啊 五脏六腑 你一定要给他安慰 你不要生气啊 有什么事情 给我说 我们有事可以好好商量 不要罢工啊 自己这个里面 这个五脏六腑 这个亲戚好友 都没有安慰好 都没有关心好他 那你怎么能关心别人呢 是不是了 这个关心好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每一个机器 每个东西 那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有生命的 你看现在那个克隆里头 可以随便拿一个细胞 拿出来变第二个人 是不是了 为什么可以把 随便细胞拿出来 隔一个细胞 拿来变成第二个人 第二个你啊 在佛教里头啊 2500年前 释迦牟尼佛就说过了 千百一化身啊 你每一个细胞 都是你的化身 知道吧 他你如果是安慰好 他会帮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的 你一个人 哪有那么大的能力的 所以你每一次做功德 做成功了 你一定要给他安慰的 你要看他感谢你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你看腰也不痛 腿也不疼 是不是 你起码要感谢他 一个感谢的语言也没有 就把功劳重统 把给自己 那不行 是不是 这个要照顾这些孩子们 要照顾好的 都是你的八万几百 八万四千个孩子 你都没照顾好 那都要生变 要把功把克 这个空间 一定要给他 第二个人 你还要给别人空间 你给别人的空间 就给别人的余地 你给别人的余地 你自己就有空间 自己有余地 比如说你怎么给别人呢 比如说你说两夫妻 你有没有给你的太太 生活空间啊 有没有给你的先生 生活空间啊 给你的孩子 让他有学习的空间 让给你的同事 有花费的空间 比如说你是个公司的领导 你给你的下属 工作空间没有 权力空间没有 发展空间 给他没有 你不要动不动 就掠夺了别人的空间 讲话都是这样子 此时此刻谁在讲话 你再让你叽叽喳喳的 你看 掠夺了别人讲话 发表的空间 你这个不是 自找苦头吃吗 人家觉得 他很讨厌你 这个时候的空间 不是你的 你要让给别人 要学会 还有一种的荣誉空间 你该让别人 荣誉的时候 你要让给别人 所有的发生矛盾的战争 小战争 大战争 各种战争 都是掠夺了别人的空间 你没有发现 那个出门的时候 比如说你拿一本书 在这里看 跟你两个人坐在 另外一个凳子上 正在聊的起见 虽然这个公园里面的凳子 还有一段 也有不懂事的人 他就 就坐下去了 坐在你顶上 你这两个人想谈话 就没办法谈 你就觉得 特别难受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 但是你想想看 你又很无奈 因为为什么 这是公园 不是你买的环境 是吧 这就叫掠夺别人的心灵空间 生活空间 你想想看 他就会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人有自己 自控空间 我的空间大概是多少 你不要随意地去占领 别人的空间 占领别人的空间就没智慧 就会发生摩擦 有的人心里面 有忍耐力的人 心里不说 他心里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 就是你这个空间 占有欲太多 国家与国家之间 你占领了人家的领空 那也是会发生战争的 这一定要 每一个人的空间 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的 这个树这么小的苗 你就要给它留空间了 明天大起来 它的空间是多少 一定要给它一个空间 这样你才会佛起来 你看 讲得非常清楚 观之在菩萨 行的是什么法门呢 行生波也波罗弥多时 当你照尽五云皆空 我们打拳的时候 照尽五云皆空 令拳的主体 和全客体 达到了两者合一 就是恶恶不恶 恶不恶就是空性 当你达到了这种空性境界的时候 就度一切苦恶 这个恶当然有很多八苦 当然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病苦 有身体上给你带来的恶恶 有精神上给你带来的黄恶 有感情地带来的纠结 如果你减减令 这种有限的动作 还不足以把这个人真正的调整好 这个波罗弥多时的从天意生水 新香一半 一直到实地果园的十二条路 就把佛教的真正的含义 真正的宗旨 浓进了每一个动作里头 所以你在令这套波罗拳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 兵在令这个拳 令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观想 给这个动作合一 这个效果不一样 所以身体的动作 和你气脉的走动 呼吸 再加你的心理的沟通 身心灵 身心灵达到统一 三者合一 那这一套拳 才是真正的叫波罗拳 大拳的人和拳 合一了 这就叫无我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立一切诸相 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 天心永乐常世的 一代一代的主持 的传承 我们带有一种感恩的心 来令这套拳 也感恩 诸佛菩萨 在我们修令这一套 波罗法门 波罗拳的时候 来加持给我们 给我们的力量 给我们的智慧 用一种感恩的心 来令这套拳 感恩 所有的老师 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 天心永常世 把这一套 天心波罗拳 心化 和这个动作 圆圆本本的 传授了 我们 吴老师 胡老师 听回天答 两位 大局势 护法局势 我们观察了 很长时间 我们觉得 这两位 局势 那才是真正的 妇法 菩萨 无论是 人品 还是 带人 劫 还是对 佛法的 理解 包括 医学 武学 内加权 外加权 包括一些 经脉的走动 几十年 如一路 一直在 武术 武 这个方面 不断地探索 研究 他能承担得起 这套 波罗拳的 创成 让更多的 信众 让更多的 众生 通过 令这个权 能够真正的 能够真正的 获益 提高 整个 民众的 身体素质 和精神修养 那这一套 波罗拳 我可以简单地 给大家 介绍一下 前面两句 就是天 跟心 的 组合 所以 天意 生 水 一心 相一半 天意 就是天心 天方的 下面 是心 心相一半 为什么叫天意 生水 这个是根据 河土 落实 因为 天 是代表 奇数 地 代表 欧 数 每年的 意 每月的 意 初 初 十 意 二十 意 三十 意 所以 意 代表 贝 贝 就是代表 水 天意 生水 那 心相一半 佛家 常中 最重要的 就是让你 直指 能行 尽 信 成佛 你在 打这套 不乐拳的时候 跟一般 一般拳不一样 是什么 不树立对立面 不树敌 很多拳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 对方有个 对手 佛家告诉你 真正的敌人 是你自己 如何 降服 你自己 随时 要 回光 返照 找到 你自己的 这一颗心 不是 敌人 不在外 在你 真的是 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的群 是把敌人 放在外面 糟糟 击毙 那容易 深称恨心 仇恨心 那这个 不乐 全不是 空性 还所有相 皆是虚妄 落尽诸相 回相 寂静如来 一定要 你的群 出去 就是虚空 就像虚空一样 虚空还怕你全吗 所以一定要记住 汤称痴 慢疑 五大烦恼 如何把这个汤称痴 慢疑的五大烦恼 转 换为戒定会 那才是我们这个令权的最重要 所以心相一片 就是 戒相 定相 会相 解脱相 用这个样的相 感恩的相 心相一半 那不是外在的相 是你的心里头的 借相 定相 解脱相 波勒相 所以 抬头 做事 对得起 餐厅 低头 对得起 良心 天地良心 那就是天心 这是前面的两句 所以 当你的身心合一的时候 你的肝露水 从 罪权的两塞 就会 昏化出来 过去古代讲 完美之渴 水在哪里 在心中 一切回归自性 本性 天意生水 你天能合一的时候 水 泉水就在里面 泉眼就在里头 无穷的泉眼 源源不断 所以 从一到十的第一句 一气通天 那这了不得 为什么一气通天 一敷一息 为之息 是不是 敷出去了 息进来 中间这个部分 这叫息 这个一息 你修行修好 观福息 观你的福息 呼出去 有深 有下 息进去 也有深 就是有来有去 有来有去的中间部分 叫息 所以我们在 这个 熟悉观的时候 熟悉观的时候 你一定要 关好你的呼吸 你的这个一夫一泻 关好了 你的全身的气脉 全部 打通 火主 采述 当年在讲经的时候 给所有的弟子 就讲 问弟子 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长呢 有的说 有的说 八十岁 有的说 一百岁 有的说 三十岁 那到底多少岁呢 释迦牟尼佛非常精辟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只在 在呼吸之间 一定记住 这一夫一戏 如果你弄好 做好 调好 那就是 了生意识 开智慧 所以 新天的呼吸 后天的呼吸 一定要 修炼好 我们的呼吸 从胎系 出神之后 哇的一声 会不呼吸 等你往生了 那个瞬间的时候 喉咙一口气 哇 出来 没了 所以一个人 三天 不要喝水 不会 不会避便 七天不要吃饭 不会死 但是 一口气 出来 第二口气 不进去 救赎 你就知道 呼吸 对人的生命的重要性 所以你这一夫一戏 调好 全身 气脉 带动 大周天 小周天 七斤 八脉 十二条线脉 全部打通 一系同天 我学讲 我们人与人之间 叫西 西相挂 也有的人说 某某人 是同一个 疲孔 出息 你在打这一套 波落拳的时候 一定记住 你的呼吸 给这个大地 这个呼吸 是不是 一起一落呢 这个地球能呼吸 这个大地 会呼吸 你的呼吸 给这个大地的呼吸 同节拍 那不得了 这叫一气同天 通 就是不痛 不痛呢 就是通 通过呼吸 把全身的气脉 打通 打通了 就不痛 不痛就没变了 所以第一句 就告诉你 第一招 就告诉你 好 这个呼吸 做重要 所以第二句 再告诉你 恶和不恶 那是 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 这个不恶法门 人给自然 精神和生理 和心 大全能人 和全 全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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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未来 时间与空间 物质与精神 生理和心 全部合一 要达到这样的 要达到这样的 要达到这样的统 练拳一定要练到这样子 到最后的时候 呼吸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 第三 三 三 在佛家里头修行 这个口在持咒 在宁活 我们现在这个叫弥陀宴 或者是结菱花宴 大家有没有知道菱花宴 受结宴 无论是任何一个动作 一定记住 这个动作你一定要把它当作手印 一定要把它当作手印 一切语言皆是托罗尼 都是托罗尼 都是咒 都是真言 一切的这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是手印 都是三味加持 这样的你才能够达到苦极灭道 是地化 那是从我们的防腐地 一直修到这个时候 真正的修到了苦极灭道 十地 那是罗汉 出国罗汉 恶国罗汉 三国罗汉 四国罗汉 四国罗汉 就破禁或失货烦恼 这个烦恼一破了 出三界 跳出三界外就不再无形容了 这了不起 从有到空的境界 那苦极灭道是什么呢 就告诉你 苦是果 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 所以三苦八苦 无量之苦 总结了很多人的苦 但是这苦从哪里来 从无明环老来 所以解决苦 无论是病苦 还是别的思想上的苦 但是心要从烦恼解决 烦恼从哪里来 烦恼从无明来 无明就是无知 所以心经验想 无无明义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要解决无无明 把无明没掉了 就是无无明 无无明是什么 那就开智慧了 转八十 神是主 开智慧 拨了智慧打开 所以通过道 苦经灭道的道 通过这个道 最后达到 没有烦恼 灭就是把烦恼 转为菩提 通过这个波乐群的 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转苦为乐 转环老为菩提 里面的 里面的射神开始转化了 射神开始转化 烦恼一转 射神就转 所以波乐智慧拳 能转身体的射神 还能够转 昏恼为菩提 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 哇 犹如醍醐灌点 悟佛灌点呀 不得了 活光普照 东南西北 全部跟你关联 你有这样的境界出现 你会练到这个程度 这个时候呢 你还不能间断 继续修炼 这个时候才会 六波罗蜜 那就不失 实际 精进凌辱 禅定智慧 那就这个回小向大了 你就会发现 我一个人健康不够 让我身边的人都健康 我身边的人健康也不够 让社会所有的人 让全国全世界老百姓都健康 那多好啊 你就会发现 责任这很大 这个要花大愿 回小向大 你的格局就大了 你的心量就大了 心包太虚 是亮周杀戒 一定要有这个菩萨心肠 给贺常财一样 贺常财也要具备这样的境界 什么境界 佛的发生 佛的发生 菩萨的现场 有罗汉的自在 生能的隐忍 隐忍 环乎的苦涩 这是长茶的宗旨 苦机灭道 一直到了这个菩萨心肠 佛的发生 你就会发现 我就是佛的发生 我要做佛菩萨的代言人 我要做观世音菩萨的 牵手牵眼的一个手和一个眼睛 花这样的愿 到时候眼睛都换了菩萨的眼睛了 耳朵也换了菩萨的耳朵 鼻子也换了菩萨的鼻子了 口也是换了菩萨的口 口吐灵花 鼻子闻到灵花香 眼睛看到都是荷花满地 灵香 拼满宇宙 那不得了 到哪里去脚踏灵花 哎呀到时候你就是灵花化身 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香 什么香 灵花香 因为你心里面有灵花 那个心就是灵花心 不得了 修六度波罗米 六度啊 从有变到无变 此岸到彼岸 也就是从不静堪到静堪 从烦恼到菩提 此岸到彼岸 这就叫度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波罗泉 波罗泉是干嘛 它就是一艘船 这就叫波罗船 通过这个波罗船 让你度过彼岸 从此岸到彼岸 所以它也是一种荒病化门 荒病化门 修炼得好 它就是一个波罗船 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七处真心 这个时候你发现 修炼的是谁啊 心在身外 还是在身内 还是在身根 六根 还是和和 找啊 找啊 找心啊 这个就像恶主 去找达摩大师 达摩大师问他 你干嘛 他说我啊 心不安 慧可大师 给达摩大师讲 我的心不安 你的为什么心不安啊 他说我的心啊 请祖师帮我安心啊 那达摩祖师说 可以啊 我帮你安心啊 那就请你那一颗 不安的心交给我 我才有办法帮你安 这个时候 恶主 慧可大师 从上找到下 从左找到右 还有从外找到里 找来找去 给祖师说 密心了不可得 他说我找来找去 怎么找不到这颗心呢 达摩大师说 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慧可大师 当下 打悟 原来如此 既然都找不到 那颗不安的心 还有什么不安呢 终于明白了 这了不起啊 令人会杀 释迦牟尼佛教 阿南尊者 找这个心啊 叫七处真心 找啊找啊 你们了不起啊 你看 令人会杀 找 那就找这个心 这个时候 才八功得水 全身的血脉 不但骨头在改变 疲漏在改变 心里在改变 令你的整个 85%的血液水 全部变成八功得水 那不得了 过去有很多人讲 祖师过去 休闲到一点程度 血都变成红血 变成白血 血液会改变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吃了动物的肉 吃的太多了 那个血液 高脂肪啊 浓度太高啊 是不是 你就修炼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啊 那个血液太纯了 干净啊 透明 那是八功得水的血 是不是 八功得水就在你心里头 你的身体里面 装满了八功得水啊 不得了 一喝起来 那八功得水 非常美啊 非常暖啊 我想想 有八种功得 八种功得 那可记住 蚊子叮你一下 蚊子都成火 因为你那个血液里面 就是八功得水 大悲咒 大悲咒 讲过 大悲咒 我拜托你 这样 讲过 你在河的上岸 上游 宁大悲咒 下面岸的 这所有的动物 都中上给 你就知道 你想想看 你在练波罗拳 在练 里面的血液 里面的所有的细节 全都开始面接 那可不得了 观想力 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九品灵想 九品灵想 我们前面讲的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眼睛鼻子耳朵 全都变成 灵花香味 血都变成 八功得水 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皮肤 骨头 骨血 全部都有 灵花香 九品灵想 这个时候 你到哪里去 这块土地 都变成 灵花香 这个时候 相随心转 心能转静 这就是我们讲的 心生种种化身 心灭种种化边 它会转 我们一般的人 心被紧转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心静国土静 心安众生 你这个时候 你看到一切 都是那么美好的 灵风喜事 精神爽 静看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没有看不到 不好的东西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 皆是佛 当年苏东波 给佛宴尝试 八月十五 命对命的对 坐 坐得高兴起来了 这个时候 苏东波问 请问常诗 我像什么 火焰常诗说 你呀 就像一尊佛 这个火焰常诗 考他 苏东波一下 那请问 学诗 我像谁呢 苏东波 毫不忧郁 马上说 你呀 就像一堆牛大鞭 这个时候 火焰常诗 一句没回答 还是笑呵呵的 可是苏东波 一回去 特高兴 他的妹妹就问他 哥哥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他说 哇 我今天 这个 给老和尚 讲 最后的老和尚 给我讲的 无话可说 给我说言了 一次了 他妹妹就问 是什么原因呢 他就把过程 告诉他妹妹 他妹妹也是学长的 他说 哥哥啊 你没有言 这次输得更厉害 然后为什么 佛家讲的 一切为新造 新进国土间 活观一切众生 皆是佛 人家常诗说 你是佛 那肯定他心中有佛 所以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 在这么一个月光明媚 这样的一个景观 这么一个夜晚 多美的 场景 你心里头怎么会 拖廊浮现出 一堆牛大便出来 心里有牛大便 附设出来的 当然是牛大便 所以记住 境界很需要去转 这个时候 你就转静了 转静 看到一切的山河大地 你就发现 全都是佛菩萨 高显 九品临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最后你就会 进入了十地过源 从菩萨的出地 欢喜地 一直到 顶觉 妙觉 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大彻大悟 云来如此 哪个人不是佛啊 那就是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你就发现 蚊子 将来也会成活 连这个花 连这个树叶 都会成活 将来 这就是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这一套的波罗圈 就真正的 从凡乎地 带你到罗汉 到菩萨 到成佛 所以 内外 精修 至关 并愿 动静 结合 这就是 波罗圈的 真正的中心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 通过修炼 这个套 圈 能够真正的 达到了 这个波罗圈的 进阶 最后来祝福大家 平安继续 阿弥陀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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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